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在昨天政論節目上面 沈富雄他原本要預測 台北市長柯文哲的動向 結果被主持人趙沙寬吐槽說 你現在預測的都是錯的 沒有想到沈富雄就回他說 你這個口氣有一點像韓粉 你已經變成韓粉了 你都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這個節目上的這個片段 這個六席不是亂講的 因為六席我算了一下 是13.5%的得票率 13.5%還原變成100的話 他是18% 18%乘以34席的話是六席 所以這個六席其實是不多 那你六席你覺得他會分幾席給郭董 我覺得郭董要好好想 他的六席其實是不多的 他六席能夠在國會裡頭發揮作用 其實兩個大黨就不過半 他需要這六席去加 但是我們不是內閣制的國家 內閣制的國家這六席靠這邊 他變成執政黨 他變成在野黨 我靠過來 他就一起崩潰 我們現在行政權獨大 我們現在不是 我們的執政黨就是總統的黨 所以他這六席只能一體取向 有的時候靠這個 有的時候不靠 這樣的作用其實大 有限 他是喜歡玩 因為柯文哲 我跟他講過 你這個可以玩三屆 才像宋廚一樣泡沫化 那三屆的結果他已經72歲了 要選總統的賽制 我認為我們要不要提早講 我這個人比較喜歡提早講 你現在餘舌都錯了 你還提早講什麼 你這個口氣 有點像韓粉的口氣 韓粉都說我是反指標 每一樣東西都講錯 就反過來講 你已經變成韓粉了 你還不曉得 為什麼趙少康會這樣說 這個沈富雄 沈大佬老師講錯 因為最經典的例子 就是當這個郭台銘確定 他不選的時候 在那之前 沈富雄多次的在節目上 深思力竭 情緒非常激動 他說這個郭台銘一定會選到底 甚至同一個節目上面 同台的這個國民黨的議員 他們提出來說 他們研判應該是 應該是徐鴻廷 徐鴻廷提出他的見解 他覺得郭台銘不會參選到底 沈富雄還在節目上 指著他鼻子咒罵他說 你到現在你還堅持相信他不會選 要不然我們來打賭 輸的人就到對方的家裡面去打掃 講得非常激動 結果國天隔了兩天 馬上就被狠狠的打臉了 所以趙少康其實他講話 是有憑據的 確實沒有錯 沈富雄最近的預測都失準 但是沒有想到 當趙少康這樣質疑他的時候 沒有想到他就跟他對方講說 你這個口氣有點像韓粉的口氣 韓粉都說我是反指標 每一個東西都講錯了 你已經變成韓粉了 所以變成沈富雄認定 趙少康就是韓粉了 事實上也沒錯 他講的話確實就是失準了 趙少康從頭到尾講的都沒有錯 那沈富雄可能他講的也沒有錯 趙少康是不是真的變成韓粉了 但是很多網友不同的意見 說沈富雄真的是老黃丁 語無倫次胡言亂語 是不是韓粉不是重點 為了中華民國 趙少康支持韓國瑜 到底哪裡錯了 沈富雄為什麼要吐槽你的人 就變成是韓粉 一般人不能有自己的判斷嗎 只有你說不對 任何人都可以吐槽你不是嗎 沈大佬轉移話題的企圖 改變不了他預測不準的事實 沈老是不甘寂寞的人 趙少康講實話就被說是韓粉 但沈富雄預測不準這也是事實 另外一個變成韓粉的是 高雄市議員黃傑 事實上其實他是非常討厭韓國瑜 但沒有想到最近他的一個口誤 讓人家覺得說 難道他是挺韓國瑜的嗎 到底怎麼回事 是因為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他受邀致詞的時候 居然表示說高雄市長韓國瑜 要跑去選總統了 我們在議會可能沒有辦法 再監督他了 但是未來我們可以進軍國會 當立委來監督他 結果這個話一出大家說 你已經預設韓國瑜會當選了 你平常不是最恨韓國瑜嗎 到底怎麼回事 來聽他本人的說法 大家看我們的市長是這個樣子 他現在要去選總統了 我們在議會未來 可能沒有辦法監督他 但是我們可以走進國會的立委 來監督他 沒有 他沒有要當選 我知道 我是說從議會到國會 時代力量都不會缺席 我們昨天這個節目上直播的時候 本來講到說黃姐是不是要擔心 因為這個孫先生在鳳山的民調裡面 是一面倒韓國是贏的 所以當時有一些網友留言說 黃姐要擔心了 因為他是鳳山選區 接下來這個罷免案很可能會過了門檻 當時就有人留言了 他為黃姐來講話說 不可以再欺負他 因為黃姐已經變成韓粉了 他是第一個預言 韓國瑜會當選總統的人 事實上其實他是口誤 10月12號的時候 實力高雄的立委參選人 陳慧敏 他成立了他的競選總部 黃姐在台上講話 可能一時口誤講得太High了 他說韓國瑜現在要請假 要去選這個總統了 在議會沒有辦法監督他 可是可以走進國會 當立委來監督他 他一講說其實旁邊的傻眼 他旁邊有個男生 如果你再看到影片的話 那個男生有點愣了一下 那在旁邊的人馬上出聲音說 很可能不會當選 然後他才回過程說 我是說從議會到國會的時代力量 都不會缺席 他才會議過來說 他已經講錯話了 甚至讓大家有一點很驚訝 因為他這個打韓是不遺餘力 沒有想到一秒就變成了韓粉 然後網友也有開始一些留言 有人說 果然是口閒體正直 那感謝預測 這個韓市長會當選總統 有人說他是超級助選員 那這個露出馬腳了 黃傑不是垃圾 黃傑不是垃圾 他是真的韓粉 也有人講說 是不是黃傑他很擔心 他的罷免案真的會通過 所以他一秒變成了韓粉 總之誰是韓粉 誰不是韓粉 這個現在成了一個話題 親民黨的主席宋楚瑜國慶後 他首度現身 外界都很關心 他擁有2020入場圈的他 到底是自己要代表親民黨出征 還是會跟其他人合作 我們連線記者韓家綺 好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來帶您關心現場的最新消息 就在國慶之後 親民黨的主席宋楚瑜首度來現身了 不過今天大家都很好奇 親民黨的下一步到底要怎麼走呢 是宋楚瑜要握有這張門票 要自己親自出征 還是不排除來跟其他黨的人來合作 一起推出最強的總統候選人的人選 因為他強調親民黨 在2010這一局 是絕對不會出席的 不過手中的入場圈 到底要怎麼給 宋楚瑜做出了回應 一起來聽看宋楚瑜怎麼說 你說為什麼這些人都要問 親民黨做什麼選擇 親民黨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的選舉 四個字不會缺席 不會缺席 但是我們之所以能夠還有機會 來跟大家服務 不是因為我們有那個入場券 這個入場券 上面就像今天來看這個花展一樣 上面蓋了三個字 非賣品 非賣品 可以聽到宋楚瑜的態度是相當堅決 強調2010親民黨不會缺席 不過是不是他要主帥親征 他強調是1月就會有答案 不過被問到說 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跟台北市長柯文哲 或是其他人來談合作 他強調總有一天會找時間 來好好跟大家談一談這個問題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交換給棚內主播 韓國在今天正式的宣布 明天要開始請假 不過其實他已經有一個分身 在幫他開始跑選舉 就是他的太太加芬姐 在今天的時候他參加了 中部醫療界力挺韓國瑜的 這個造勢活動 這活動上面其實可以大家 特別受到矚目的 就是國民黨主席吳敦毅 全程跟他互動 非常的熱絡 而且握手握得也非常的有熱情 在台上吳敦毅其實速度的高喊 韓國瑜動算 可是最近大家對吳敦毅的 這一些動作 包括說他不要接韓國瑜的 競選總部的主委 另外一方面還說郭台銘 如果國民黨立委參選人要找他站台 也沒有說不可以 這些動作讓大家對吳敦毅的態度 會打上很大的問號 撇開吳敦毅的部分 其實李嘉芬 嘉芬姐可以看得出來 從上禮拜就非常認真 幫韓國瑜當分身 到處的去跑行程 現場都非常的熱烈 另外一方面 李嘉芬在11月23號開始 他就要到菲律賓還有到越南 來代表韓國瑜到當地去參訪 事實上其實包括菲律賓還有越南 當地的台商 還有包括台橋 他們其實是在9月的時候 就已經成立了 挺韓國瑜的後援會 他們也速度的多次邀請 韓國瑜要到當地 來慰繞這一些僑胞 而且也要幫他們造勢 可是韓國瑜實在分身乏術 最後就是請嘉芬姐幫他 這個行程也曝光了 我們可以看得到 10月23號是先搭機到馬尼拉 參加當地的這個 當天是參加宴會 隔天的話是拜訪華僑 還有包括台商總會的歡迎宴會 在10月24號的時候 重頭戲就是當地會發表 這個專題的演說 還有晚上的話 是韓國瑜的造勢大會 之後他就飛往到越南 10月25號的時候 他會到這個 當天會有好幾個拜會的行程 那10月27號 預計在中午的時候 就會搭機返台 那另外一個 這個隨行的人裡面 包括了廖達琦 唐慧玲 王洪威 黃子澤 戴錫青 陳湘妍律師 國民黨中央海外部的主任 郭雲光 還有世界台商聯合總會前會長 溫月霞 台世界台商總會的會長 黃正勝 還有越南台商聯合總會會長 呂春林 等於說在當地 都算是領袖人物的人 會全程陪著嘉芬姐 那這也是嘉芬姐 第一次帶芬出征 這個出征到海外去 所以到時候也是大家 會格外的受到矚目 韓金邁的特別強調說 一方面主要是宣位僑胞 跟台商的交流為主 會挑這兩個國家是因為 當地的這個民眾 不斷的熱情的邀約 所以他們就決定 要去這兩個地方 其實他們邀約的次數非常多 很早之前 就已經講過邀約了 可是韓國瑜實在行程 太滿了 包括他從明天才開始請假 接著很快就要訪美 這些行程是緊羅密鼓 實在沒有辦法 再分身到菲律賓跟越南 所以後來就請他的夫人帶打 國民黨的僑界的立委 佟慧珍 他說到目前為止 這些相關的活動 還在規劃當中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行程表 是比較粗略的行程表 還沒有比較詳細的 那也可以看得出來 韓國瑜陣營 現在其實很多資訊方面 都非常的緊急 到最後一刻的時候 才有辦法做這個最後的確認 那9月26號的時候 我剛剛有特別講到 這9月的時候 韓國瑜在菲律賓的後院會 已經成立了 當地的文京總會的常務委員 莊漢鄉 在當時成立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 菲律賓的造勢大會 希望是越早越好 那也希望說 韓國瑜本人可以過來 因為行程非常的滿 只要說派人過來的話 這個就非常好 但是韓國瑜行程太滿了 所以沒辦法排 那能夠來慰勞 這一些僑胞的話 大家都一定會非常的開心 那時候 我會先來看 撐到這個 你現在可以去看 我會先去看 我會先去看 我會先去看